这些人的狗狗 对不起 平凡的农村少年炭治郎却碰上灭门惨剧 只剩下妹妹迷豆子 而他却因为沾上鬼王的血液变成吃人鬼 为了让妹妹复原 炭治郎踏上对抗鬼魅的训练之路 他什么电影 鬼魅之刃 鬼魅之刃 风靡亚洲的动画鬼魅之刃 10月30号在台湾上映 才短短一周票房就突破2.5亿 刷新所有动画片的记录 对抗大魔王的戏码 几乎是所有动画里的基本元素 但鬼魅之刃浓浓的亲情 保护妹妹的细腻描绘 让很好哭成为大家普遍的心得 受疫情影响 好莱坞大片打退糖果 缺乏强片挑战 10月中鬼魅在日本上映 让低迷依旧的电影院 再度出现人潮 动画公司运用声光效果 加上人鬼交织的新闻题材 带动热潮 甚至在动画版尚未结局前 宣告停播 要追剧的人 就只能买票进戏院 鬼灭之刃爆红 蕴含对生命的尊重 对遗憾的心思 以及亲情的羁绊 丰富情节深入刻画 让他成为近年来 最受欢迎的日本动画之一 同森新闻 娱乐中心综合报道